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5號星期二 歡迎大家參加王劍每日觀察直播一的節目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華融董事長賴小明判死刑 中共貪官犯本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案例 我們沒講過貪官 我們今天講一次貪官是怎麼回事 他到底怎麼貪 然後他的制度上的原因,然後他們官場上的現象 還有我們也來看一下 國企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麼先說新聞,新聞是這樣 2021年1月5號,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宣判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賴小明 貪污受賄 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罰莫全部個人財產 2貪污罪 判處有期徒刑11年 並沒收個人財產200萬 3重婚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 決定執行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好像中國有政治權利似的 並 並處沒收全部個人財產 然後就對賴小明受賄所得財產 及其虐惜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不足部分繼續追繳 對貪污所得財產依法 發還被害單位 賴小明這個案子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 那麼他在香港被奉為財生爺,貪污受賄 17.88億元 他是中國貪官裡面排名第五 他不是最多的 我等一下會講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國的貪污已經到了什麼地步 判決書是這麼說,2008年到2018年 賴小明擔任 中國銀監會辦公廳主任 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黨委副書記總裁 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 兼華融湘江銀行 黨委書記 利用這個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 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有關單位和個人獲得融資 承攬工程合作經營 調動工作以及職務提拔 等 事項上 提供幫助 直接或者通過特定關係人非法收受 那個 財務 共計人民幣 17.88億元 然後就是 受賄數額 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主觀惡性極深 那麼有22起受賄犯罪事實中 有3起分別在2億4億6億以上 另外有6起受賄案件 犯罪數額在4000萬以上 目無法計,極其貪婪 然後他說,這個判決書很搞笑 大部分罪行 發生在黨的18大之後 屬於典型的不收臉不收手頂峰作案 就是18大之後就沒事 之前就沒事了 社會危害極大罪行極其嚴重 應遇嚴懲 然後做出判決 大概就是案件就是一個這樣的案件 17.88億 那麼賴小明,我們講講這個人,賴小明先年是58歲 江西瑞京人 大家知道瑞京是革命老區 革命老區的特點是什麼,特別窮 老區都很窮 那麼當年瑞京的文科狀元 他是考到了江西財經學院 江西財經學院是中國金融系統的黃埔軍校,很多 60後的這個人民銀行財政部 發改委,以前叫提改委 從江財去了非常多的人 83年人民銀行計劃司的司長王喜義 到江財去選人挑人 挑了賴小明 然後他就在人民銀行 監管二司當副司長 當然一路上來,後來去了 人民銀行跟這個,成立一個銀監會 他就去了銀監會 銀監會做北京監管局的局長,後來做了銀監會的辦公廳主任 這個 他是誰的人啊,他是劉明康的人 當時劉明康是銀監會的主席 2008年,劉明康找 這是他自己講 賴小明自己講 找他談話 當時他在黨校學習 找他談了四次話,要他去幹什麼?去華融 華融是 四大銀行,原來有四大銀行 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 這四大銀行呢 到後來呢,就累積了大量的壞賬 壞賬怎麼辦呢?這個壞賬要處理啊,不處理 這個銀行要上市 資產不好看 怎麼辦?要把這個壞賬給拿走 於是呢,就成立了四個 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最大的是誰呢?就是華融 華融是工商銀行的 資產管理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就等於把 用原價 從工商銀行,從這個總行 把這個資產 轉移到哪裡呢?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 就是原價跟他買 這很搞笑嘛,非常搞笑,這世界上就這麼搞笑,中國的事情 他既然都是壞賬,你怎麼能用原價買?為了保護這個 工商銀行這四大銀行的利益,所以先成立一個資產管理公司,然後就用原價把 資產買下來 去處理,當然他會一直在虧損 那麼這個虧損已經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局面 那麼銀監會的主席找那個 辦公廳的主任跟他談,說你去華融吧 去那裡把這個華融搞起來 談四次 最後 他當時不願意,他自己講 當時不願意,但是後來想想 後來他這麼說,他說我在銀監會乾得蒸蒸日上 那麼辦公廳主任,辦公廳主任其實是個 很有前景的位置 那麼他不想去跑到這個落魄邊緣化的企業,因為你想一下,他一直在虧損 這是一個一直在虧損的企業 因為他原價買來的資產 然後你變現的過程當中,你是不斷地在虧損 那麼後來他是去了 他真的把這個華融搞大 賴小明在華融幹了九年 前三年是黨委書記,黨委副書記總裁 那麼總製長 董事長是誰呢?董事長就原來是工行的黨委書記 兼他的董事長 然後呢他就前三年就是 總裁,黨委副書記 後六年 黨委書記 這個董事長 那麼他就在總裁,董事長的位置上一桿子插到底 當了一把手 那麼 那麼 到後來 這個華融的企業 其他的 ACM,就是資產管理公司,這不是四家嗎 都叫這個華融,叫賴氏企業,因為他在那幹了十年,已經把這家企業變成了賴氏企業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2012年 他2008年去了這個華融 當總裁,然後2012年 工行的黨委書記 這個江建青 不再兼華融的黨委書記和董事長 然後他們也不用一套這個黨委班子 然後這個賴小明就 整個的 控制了這個華融 為什麼 我就剛才說了 這個 劉明康推薦他去的 然後 他就開始,華融就開始轉變 就因為上面有個董事長 那有些事情還是要聽董事長 董事長是誰 董事長是銀行的人 銀行會比較保守 所以他做事情相對比較保守 但是 等這個賴小明自己當董事長的時候 然後 那就大幹起來 真正發生改變是2012年 那麼很多人對賴小明的印象是什麼 口才非常好 聲音洪亮 講話講兩三個小時 不需要打草稿 一講講兩三個小時 各種數據,信守年來 有理有據,講得非常清晰 而且他跟他共事的人,也認為這個人辦事能力非常的強 也有專業 然後就有幹勁有魄力,敢幹 膽子大 但是當然也有人,你把這事情翻過來就是 這個鹿子野 這個浩大喜功 這都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就是 性格很強悍 性格很強悍 那麼 在賴小明出事之前 這個人在網上,在媒體上 他很善於做這個 公關 那麼有各種文宣 有媒體上充斥著他的什麼 工作文集,宣傳文稿,甚至有個人語錄 他很會做這些東西 人民出版社還給出了一本書 叫我的賴小明寫的書 我的企業管理知道 他做得很完整 那麼真正有沒有跨越呢 從2012年末 華融的總資產是3000億 3093億 到了2017年末 那麼總資產達到多少呢 18000億 漲了五倍 漲了五倍,利潤2012年是69億 那麼到了2017年是265億,漲了2.8倍 那麼負債 負債原來是87 到了90 到了90 那麼 那麼 外界就行家對賴小明的評價是什麼呢?就是他打破了資產管理 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其實就是處理 處理資產 處理壞賬 處理壞賬 賴小明就把華融集團其實變成了一家金控公司 那麼就 除了不良資產的處理之外,他其實是 其實變成了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他才會變成一個這麼大規模 那麼大背景是什麼?大背景就是大資管時代 就是 隨著資產管理時代的出現,當然前提有兩個,第1個 低利率 第2個 這個中央銀行普遍的 放水 然後資產在這個金融市場上跑了跑去 這個大背景 那麼 當其中有一個條件是什麼? 其中有一個條件就是2006年 2006年的華融處理什麼呢?處理這個中央銀行,就人民銀行 把德龍系,德龍系當時就是一個股票 股票系,德龍系的這個股票 崩盤,德龍系資金鏈斷裂 德龍其實是公司在新疆,德龍系資金斷裂然後就交給誰呢?交給華融處理 華融把德龍系的這個資產處理完畢之後 手上 抓著一把的什麼 金融牌照 德龍系全是金融公司 然後他手上握著一把的牌照 然後他又是央企 他又握著一把的金融牌照,央企的地位 他就幹什麼呢? 他就開始 開始進行什麼? 進行股權債權投資 因為他手上有牌照,他可以幹這事情 然後呢他又用他這個央企 央企的地位 跑到海外去發債 發什麼債? 發美元債 2014年 發了很多的美元債,美元債當時的平均成本 是4.3里 就4.3%的利息,非常便宜跟不要錢一樣 基本上 然後到了2016年,這個銀監會就要求4家這個資管公司,你們還是要回歸這個 資產管理的主業,就是處置不良資產這個主要業務 賴小明很聰明 領導要發話 就衝到市場上 去用高價收購的不良資產 明明知道虧錢也要買回來幹 結果他排名第1處理這個不良資產 處理的規模很大 排名第1,領導交給的任務幹完了 繼續進行他的 大資管時代的擴張,他就開始做房地產 做二級市場炒賣 主要是什麼?他為什麼會在香港被人叫財神爺 就因為他拿著錢跑到香港去炒垃圾股 賴小明真正被查的原因是什麼? 賴小明真正被查的是 從2017年開始 他全力扶持一家民營企業 大家知道 當一家國有企業 去全力的扶持一家民營企業的時候 基本上用腦子想一下,中間一定有利益輸送 只不過你查不查得出來的問題 那麼賴小明幹這件事情,蓋得有點 有點不高明 就是說基本上這件事情 一看 只要你一看這個架構,你就知道這裡面是一定有問題 因為他也不是你親戚 你為什麼要扶持他 對嗎?你扶持國有企業 有道理啊 對吧?大家是同一個屬性的 你扶一個民營企業,沒有什麼道理 你說因為他條件好嗎? 條件好得多了去了 中間肯定是有問題 那麼這家公司叫什麼名字?叫 寧夏天園 蒙業 集團有限公司 叫天園蒙業,蒙是一種金屬原料 其實這個企業是一個高污染的行業 那麼在賴小明被宣佈調查的同事 天園蒙業的董事長叫甲天 甲天將 甲天將就 被抓 那麼同時被抓 然後就開始 調查這個天園蒙業 2017年 我們往回看,2017年7月18號 賴小明帶著他們的總裁 帶著他們的副總裁90個人跑到天園蒙業 把華融的半年度工作會議在這個公司開 然後 賴小明要求華融上下全力支持 天園蒙業 然後在2017年的8月28號一個月之後 然後天園蒙業和華融 還有華融證券在北京正式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華融是不是真的把錢投到了 天園蒙業這個 高污染的行業裡面去?並不是 其實真正 真正他幹的是什麼?天園蒙業只是個幌子 只是一個 煙霧 背後是什麼? 天園蒙業真正的重心 是一家金融公司 叫天園金融 賴小明真正的幹的一大票是什麼?就是華融跟天園金融的合作 大量的資金往來 在香港坐莊炒股票 那麼 香港有個獨立股評人叫David Webb 曾經做過一個叫網民26 就是拆解華融系的這個龐大的一個網絡 他列出26個不可以碰的不可以沾的股票 就坐莊因為是他們在坐莊嘛 坐莊你 國內好像股票不坐莊都吵不起來其實不是的 在香港這種 這種監管很嚴格的市場 坐莊其實有莊的股票就千萬不要碰 因為你會死的難看 他的核心是什麼? 華融 華融投資 2277 華融金控993 藍頂國際852 大家記住這股票都是不能碰的 然後他通過這些上市公司和人頭 控制這些上市公司 這個規模非常的大 到底有多大沒人知道因為這裡面涉及到很多不為人所知的這些 關係 他包括什麼 我念號碼因為名字會改掉 有新的可以記一下 750 8176 2323 607 2098 這是David Webb說的 6893 1141 139572 2798316 337 1822 平安證券都有 看見沒有 231 中心控股 8207已經退市了 1565 首控集團1269 8057 2668 新體育2已經改名字了,299 1282 大概是一個這樣,就是其實 他真正出問題的是什麼 是在這個領域 在這個領域 這個領域 沒有人 他說他貪污受惠17.88億 如果他涉及到這些領域的話 那這個金額肯定不是17,18億 我相信180億可能都有 我們來看看他的成果 賴小明的貪污臉財的成果 判決書上判決的是17.88億 賴小明在他的,就是警察在他的住處 他在北京有100套房子 所以他有三個100 叫100多套房 100多個關係人 他是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關係網 就是 就上上下下 官場 他在官場很吃得開 要不他能攤那麼多錢 第3個 100多個情人 情婦 那麼 賴小明有一個毛病,他喜歡現金 在他的 住處 搜出來的現金有多少 三噸 三噸現金 這個以前講梁武本,原來這個三噸才是真厲害 然後就三噸現金值多少錢呢?2.7億人民幣現金,他喜歡現金,他說他非常喜歡現金 然後他媽媽賬號上 有3億人民幣 這3億人民幣是怎麼來的?都是那些人孝敬,過年過節 給他 給他老娘送錢 送了3個億,送他老娘就送了3000億 3個億 然後呢他做過一些很令人側目的事情 他讓他的一家公司,華融置業的一個子公司跑到珠海買塊地 蓋了個樓盤 那個樓盤其實很小,才120多個 120多套房 然後他就來這個假搖號 進行搖號 進行搖號,因為要求這個賣房的幣搖號 其實這個100多套房,直接就給了誰呢?搖給了誰呢? 搖號做假,所以中國搖號其實基本上你可以看 裡面就是沒有幾個值得相信 這120多套房,搖出去100多號是給了他前妻 還有他的情婦 全部住在一棟樓裡面 然後這是一個,然後賴小明在這個華融內部 華融集團叫什麼?叫賣官欲決 明碼標價 進華融30萬 一官辦職50萬 子公司領導100萬 那當然當上子公司領導那就是財神爺 那麼賴小明還在 他的這個華融集團內部安插什麼呢?安插三種人 第1種人就是情婦 睡過的,信得過安排,甚至當高管 所以他有些睡過的當高管 這是一個,第2個 高幹子弟 高幹子弟 省部級 這個省廳級都安排的 安排的各個部門 那麼特別是財政部 為什麼 給錢啊 那麼還有一個 就是 就是搞這個 幫派江西幫,他江西人 江西人就用江西人 他就用江西人,其實這個現象在國企裡面非常普遍 用自己的老鄉,用自己的戰友,用自己的同學 那麼提拔江西的同鄉 他們當時有個笑話,他們內部有個笑話 就是江西的身份證是36,36大頭 江西的身份證 他們華融自己 華融他們自嘲,我們就36局 就是全是江西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這些貪官的特點是什麼 第1個 窮苦出身 你可以看,做得高位的,大部分是窮苦出身 這是第1個 第2個,苦讀 專業 能力強 有專業,有能力 又很拼,幹事情能力很強,做起事情 很有魄力 有個前提 他得搭通天地線 沒有搭通天地線的那就上不去 搭通天地線,他的天地線就是劉明康 劉明康讓他去華融 他在這個位置上 最後他幹到董事長 如果沒有劉明康,他的董事長幹不上去,他只能幹個總裁 這就是中國官場的特點 就是搭上了這個天地線 然後他就上去,上到一個 能夠獨黨一面的位置 如果 沒有這個上面的人 他不能獨黨一面,他只能當個總裁 幫董事長幹活 這就是中國官場的特點 然後呢 他怎麼可以實現他的目標 就是拉幫結派 100個關係人 建立一個這樣網絡,關係網絡,保護自己 然後 能夠實現他的各種利益輸送 然後就大權獨攔 最後,最後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賺一大堆的錢 那麼 那麼這個賴小明到底是不是,那在中國官場有個特點 你不是因為你 出了事你才倒霉 就是你不是因為你出了事倒霉 是因為倒了霉才出事 基本上中國的官員 基本上都有問題 你說沒有貪官 基本上 看不到 所以 賴小明的倒台跟什麼有關係,肯定跟他後面的人有關係 那我們來分析兩點 第1點 制度性的問題 你想一下 他在,賴小明在華融內部 就是 他覺得這個人好 打個電話給 這個人事部 直接就提拔了 覺得這個不行,直接開掉 就是一個不受約束的權利,你想一下 他和這個天元合作的這件事情,其實在 在華融內部是很轟動,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家爛公司 完全是個爛公司 可是這個華融跟他合作,而且跟他捆綁在一起 華融內部是 是很轟動的 你就一般企業你會怎麼會跟 跟一個這樣的 幹 做這個事情 但是 沒有人沒有約束的權利 雖然這是個國企 但是沒有約束權利 而且華融這些年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出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都沒事,為什麼 沒有媒體曝光 中國的媒體 不會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可能被擺平 那麼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想一個企業 它所處的環境跟整個社會是連接在一起 政府部門當然也是很腐敗 到了這個國企 那就更腐敗,其實是 全局性的腐敗 全局性的權力的腐敗 中國的腐敗還有個特點是什麼?就是中共黨內的這種權力爭鬥 它會加劇什麼?加劇腐敗 為什麼? 它權力爭鬥,它就慢慢形成什麼? 形成人脈 就是我 我這個,我坐在那裡 然後我要保護我下面的人 支持我的人 就是我會有一幫子派系 支持我 然後呢我要保護他 保護他就是 保護他不受 不受攻擊 這裡面有權力鬥爭的因素 但也有什麼呢?也有利益關係 你底下人不得上供嗎? 也得上供,所以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其實加劇了這個腐敗的現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國企 華融其實在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已經是響噹噹的,很厲害的了 可是你看一下 這個賴曉明在華融裡面幹的這些事情 他在國企裡面 還是響噹噹的,意味著什麼? 你想一想 那其他的就更不要講 因為賴曉明能力還是很強 如果這個領導 能力又不強 又混蛋 這家公司會怎麼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國企 他整個的,你可以看他起來 起來之後 也就是談話一線,最終還是要下去 為什麼 你看官員都是個這樣的官員 都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經常講 國有企業是這個地球上最壞的組織形勢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當他發生問題的時候,你基本上無法阻擋 無法阻擋 他的這個 你想他在海外的這個投資 就在他在香港市場的投資 那賠的不是一塌糊塗 那簡直就是在市場上撒錢 就是華融幹的,就是賴曉明在香港市場幹的,能力很強 很聰明很能幹的一個人 但他會幹這種事情 就這樣子 所以你說國企 國企怎麼樣 那麼所以你看中國的貪腐現象 已經達到了 古今中外的 普遍性跟嚴重性 實所未見 這兩天我看到兩條新聞 我為什麼今天要講賴曉明這個現象 第1個是什麼新聞?第1個就是河南交座 河南交座欠還未工人8個月的工資不發 8個月工資,他們工資有多少 650塊錢到800塊錢 欠了8個月 欠人家8個月,這就是發生在中國的身上 一個貪官 貪18個億 但是你看欠還個工人 8個月的工資 然後這個拼多多 拼多多的有一個員工,22歲的一個員工 猝死 加班以後回家,猝死 然後他們 還在 拼多多自己還去洗地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評論,叫你們看看 底層的人民 哪一個 不是用命換錢 這個兩個對比實在是讓人心寒 那麼 上一次 中國其實這些年已經 很少判死刑 上一個死刑是什麼時候?上一個死刑是2018年的3月28號 山西省 呂良市市委常委副市長張忠生 貪污了10.4億 判處死刑 那麼過去20年 中國大陸 總共有35名 貪污犯 被判死刑 最少的是246億,很少判死刑 那麼賴小民判死刑說明兩點 第一點 沒人保他 沒人保他 保不住了 或者是他這個案情嚴重到 也就是說案情肯定不是17.88億 肯定案情嚴重到已經沒人保得住他了 那麼 他排名第5 我們講講總共有哪些 排名第1是誰 天津市 政法委副書記伍長順74億 你可以看一下 74億 最高紀錄公佈的 暗值 650還拖欠別人8個月 廈門同一碼頭公司貨櫃部經理 黃山英57.8億,這都國企了 海南華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石雪 41.8億 中國銀行 開平支行 這個行長余震東40億 其中呢,這個伍長順跟黃石英、石雪都判了死刑 於震東是逃到美國後來 後來遣送遣返回中國,按照美國的要求 只判了12年 現在已經刑滿出獄 那麼中國到底還有哪些 哪些攀官,我本來想念一下 實在是太長了,算了,不念了吧 什麼,我們從順序念一下 江國文 是黑龍江省的政協 政協黨委書記主席 江國文 1億 我這裡有一個名單,這個名單是 過億的 37個 37個,其中包括誰呢 其中包括這個叫什麼 周永康 周永康的意義不大了,多少意義都沒意義了 周永康啊,什麼萬慶良啊,萬慶良是廣州市委書記啊 這是過億的 白恩培啊 人大財經委的主任啊,朱國民啊,這個廣東省的政協主席啊 大概是這些,我們就不念了,我們今天大概就講那麼多 我們下面進入互動,進入互動,總結一下 賴小明這個案子,案值也是非常的大 18 17.88億 這是一個轟動的非常,在中國金融市場 有非常大的轟動的一個貪污案,貪腐案,影響非常大 影響深遠,對香港股市 對中國的金融市場都影響非常大,那麼今天終於判了 判了我們講講這個 這個案子 好吧,那我們下面進入互動,進入互動之前,例行公事 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那麼進入互動之後,請大家不要聊天,四個 情況問題觀點情緒 那麼我們看看今天大家有什麼高見 鳴謝 謝謝 謝謝 祝大家不染疫,不生氣,多金幣,多甜蜜 觀點 極權的政治制度不改變 換誰做領導都貪 不貪就沒錢巴結上面 沒錢巴結上面就上不去 現在反腐只是選擇性反腐而已 當權派怎麼貪都沒事 就是那樣 就是不是你出了事才倒霉 是你倒了霉才出事 情緒 不殺不足以平民分,殺了也平不了民分,因為這樣的判決 看不到公平正義的力量 只透露出體制的黑暗,非常正確 觀點,我要從單位拿一捲衛生紙,肯定會有人舉報 賴大人能攤得這麼大,恐怕是站錯了隊 在國企站隊很重要 觀點 中國這種人質社會主要靠人際關係維持 權力被崇拜 不受約束 監督 權轉力是系統性的 這種現象不只在官場 觀點 權轉力在官場是默認的 甚至是一種投名狀 能不能信任是決定自己 決定是不是自己人的標準之一,非常正確 中國官場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要信任你 不是我 你要給我什麼東西,是我要跟你一起做一件壞事 看看 一起 做一件壞事,大家 就真正信任了 觀點,中國社會從上到下都毫無經濟邏輯 一個國企的高管或者公務員如果真的只有書面上的合法收入 根本沒可能在北上廣深過上好生活 小孩連高級幼兒園都進不起,於是逼著所有人都貪污腐敗 你這個說法也不完全對 這是老皇帝了,你對現在的 公務員的待遇還是不大了解 現在公務員的待遇其實已經非常的厲害 比你想像的厲害的多 所以沒有人逼得他去 貪污腐化 一個處級幹部在北上廣深這個城市 這樣的城市的話 一年 就是合法收入吧 你不說多的,一年弄個 過百萬 是沒問題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大家要更新一下知識 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之後 習近平上台之後其實 對公務員對軍隊 他們是不惜工本 下了很多血本 觀點,想想交警保安協管都能把權力轉為錢,上面的人能有幾個乾淨,基本上是坑蒙拐騙 色總要站一條才能在內部立足 觀點,賴小民就是國內的loser們 和包括我自己曾經夢寐以求的人生軌跡 我覺得這是給我們洗腦慣的價值觀 觀點,覺得賴小民出事是後面的人倒了 而不是因為他自己貪腐倒了 非常正確 觀點,我在國企工作過,出口給某些客戶 都是付毛利 即使沒有利益輸送 或者洗錢到國外,那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 國有資產其實最好的出路是什麼 國有資產最好的出路就是流失 為什麼 因為國有資產留在政府手裡 其實是資源的一個極大的浪費 國有資產的流失的問題是什麼問題,是個道德問題 就是說 他最核心的問題不是流失這件事情 而是流失這件 背後的這個道德成本 因為他不符合社會公平 所以真正中國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制度 這個制度 沒有制度性的公益 所以他的行為都是沒有正義的 用命賺錢不是關鍵,主要是沒有尊嚴 用命賺錢還不是關鍵 用命賺錢就沒有尊嚴 因為你在用命賺錢 怎麼會有尊嚴呢 對嗎 用命賺錢本身就是沒有尊嚴的行為 觀點 換屆關鍵時期動用死刑 其實給所有人看 政治意義大於實際行為 命沒了算實際行為嗎 也算吧 情況,我有天津的朋友說,之前武長順控制的天津的停車場 停車費不貴,但他抓了以後天津的停車場猛漲了一劫 情況,我在高院待過 副院長貪污幾個億 確實是有的 副院長貪污幾個億 都不用做到副院長就能貪污吧 情況,終於知道為什麼中國國家這麼富,老百姓這麼窮了 賴小明這種人太多了 賴小明這種人應該比比皆是 情況,觀點,中國反腐就是狗咬狗,和我們普通人一點關係都沒有,非常正確 情緒,王老師您好,我家這邊的央企煤炭公司一個科長 為了討好上面的領導 領導家裡廁所堵了,他直接上手掏,我聽完都服了 為了討好什麼都做得出來 最後這個科長成了二把手 你這個 用手掏廁所 還有比這更噁心的呢 觀點,我眼裡國企,國營企業就是廢物 不是只有大陸,台灣日本也有 台啟每年每天斑斑客滿,每年營收赤字 華航以前也是一天到晚摔飛機 近幾年改組才稍微好一點,雖然問題還是一堆,畢竟關股還是一堆 關股很多的日本航空曾經是全球最賺錢的航空公司之一 112年那一陣子破產,要不是號稱精英之神的老頭回鍋整頓 那些空姐的制服都要外流了 特別是日本國鐵 赤字後拆成4家公司 民營後第2年補完破洞,第3年開始一直賺錢 就是這樣,國企是個 怪物 國企是這個地球上最壞的組織形勢 觀點,出身一般能力超群的人,在美國會變成成功的創業公司企業家 或者是平民政治新秀 但在中國要么當久在在私營企業過勞死 要么變成腐敗體制的一部分 中國不是沒有人才,而是有人才沒有用 人才 人才是有了,中國這麼大 人節地靈 但是問題是人才要幹去壞事來,那很可怕 中國在 中共建政之後 中共政權本身沒有道德 那麼你這個社會還有道德 當然這個社會也就沒有底線 那麼這些人 能力很強,但是沒有底線,啥都可以幹 那幹去壞事來的不是很厲害嗎 所以更可怕 觀點,用命掙錢說明命都朝不保夕,比命更高級的追求就是還是勝樓了 非常正確 觀點,拼多多那句回覆 翻譯成另外一句直白的話,你要么選擇累死 要么選擇餓死,你自己看著辦 同意 情況,坐標天津,今天開會 機關公務員事業單位工資已經難以為繼 有可能只發基本工資,等轄區內土地掛牌出售後 才會補發全額工資 天津差不多 天津、河南 河北、天津、河南 東北 這些地方都是 內蒙還可以 甘肅啊 寧夏 都是 觀點,員工加班猝死,已經發生很多事了 重點是 政府工會勞動法沒有法規來限制 無節制加班,否則 這麼加班是違法,在加拿大加班是自願 除了錢翻番 勞工法規定不同的工作,每週加班時間是有上限 不是的 勞動法有規定 勞工法有非常清晰的規定 中國的問題是不是沒有法律 是有法律 但是呢 中共自己不執行這個法律,他是想執行的時候就執行,不想執行就不執行 這就是中國的情況 不是沒有,中國勞動法規定 情況是王老師的鼓勵,去年來泰國 今年是在泰國清邁第2年 今天正式申請西班牙永居等簽證 三年後拿綠卡 不為什麼 就是為了自由的空氣,為了孩子的教育,謝謝王老師 一直對我們的鼓勵 王老師辛苦了 恭喜你 恭喜你,加油 情況在中國打疫苗免費 疫苗收費 疫苗400元,注射費免費6元,減持大跌眼鏡 我看到那個視頻 但是 沒有官方的說法 那個視頻我現在還 沒有確認它是真的 情緒90後的我,每次都只要跟大陸90後聊到 兩岸的生活壓力,比了稅,房價,各種社會福利 還有工資 大陸90後 情緒都會受到很大的震動 他們的壓力真的很大 壓力很大,90後壓力大 80後壓力更大 為什麼,80後的娃都大了 壓力更大 觀點說到過勞死,我想到一個華為的女同事 經常加班黑夜,有一次聚會 跟我私下說因為熬夜開始掉頭髮 生理期一個月 只來一天 而且沒有周期 聽完我覺得華為就是不把人當人 關於郭老師這個問題,大家議論很多 有很多看法 有各種,有對資本家的批判 有對這個社會的說法,但是這裡面有兩件事,有兩個說法我認為是五毛在洗地 第1個說法是講的是 企業如果不加班,企業就會倒閉,我認為這是五毛在洗地 是這樣,有兩點 第1點 首先 這種加班是違法 勞動法有非常清晰的規定,你去看一下 那麼 讓員工加班,你有本事就按著勞工 勞動法規定給他發 加班工資 三倍 我基本上我認為,如果按著嚴格的執行勞動法本身的話呢 是沒有企業會願意給 讓員工加班,為什麼?成本太高 三倍工資 這是第1條 這說明什麼 說明 政府不作為 第1個責任,我今天完整的講一遍,第1個原因是什麼?政府 政府沒有去執法 沒有去執法造成這個現象,996這個現象的 惡性的氾濫 第1責任人是政府 什麼都不要講,第1責任就是政府,政府沒有執法 造成這個現象,而且 那麼多人在網上在公開的 宣揚違法行為 你包括馬雲,馬雲在那講什麼 講 講什麼福分,那是福分,996是福分 你有沒有給別人發加班工資,你發了加班工資那是福分 你不發加班工資那是福分嗎? 這是第1條,第2條 我還是那句話 無限的讓員工加班,是把員工當做什麼 不把員工當人看,這是一個企業 企業,這是第1個態度 第2個態度 管理上的無能,這是第2個 第3個 這是作惡 作惡沒底線 三條,企業本身 第3個,社會 這個社會也在縱容這件事情,為什麼? 這個社會是一個非常功利的社會 誰有權 誰有權 說了算 所以 有權是誰,有權就政府 政府默認就不說話了 第2個,有錢,馬雲就是有錢,這些人跑得出來講,996是好的 所以大家都聽他的 就是這3點 所以 關於這個加班的這個問題 我正式的做一個回應 就是這3點 觀點,說到底在中國,法律就是選擇性執法 情大於法 應該是權大於法 想整你,什麼條款都能扣,非常正確 情況,我認識天津市 某區檢察院一般幹部,年收入含工基金達到30萬,非常正確,其實現在公務員的 工資一點都不低 天津30萬 差嗎 非常不差的了 情況,中央機關公務員收入沒那麼多,處級幹部差不多20萬 還沒有地方公務員多,我26日在珠海 聽網約車司機說,珠海公務員年薪50萬到70萬 事業邊在二、三十萬 中央機關當然沒那麼高 中央機關沒那麼高,但是中央機關的隱形收入比地方高,不是一星半點 前提是什麼 前提能弄個位置 舉個例子 中央機關的一個處長 到地方就能去演講 去 講那個 演講 一次 10萬吧 現在行情 我不知道,但是那個時候我知道是10萬左右吧 一年講個兩三次 不算多了 多的一個季度講一次,你想想多少錢 他什麼都不用談,你就光這個,還有跟地方的那些 編資料,編資材料,中間的錢就多了去了 都是合法的,那些收入都是合法的 所以中央機關的 工資單上的工資當然不高 但是其他的收入還是很高 觀點,陳友希律師有句名言,我很認同,中國的法律是嚴苛立法 普遍違法 選擇性的執法 非常對 嚴苛立法,為什麼嚴苛立法 因為法律全是執法部門制定 所以他有多嚴格 按照多嚴格執行 方便他執法 方便去抓人 這是第1個 就是 政府部門去負責法律起草,負責由一個橡皮圖上通過的法律 意味著什麼 一定是個嚴苛法律,因為 執法部門去立法,你想想什麼概念 這是第1條 第2條 他導致的社會現象是什麼 普遍違法 因為這個法律太嚴苛了 沒有人反對這麼嚴苛的法律,結果法律出來 出來所有人都在違法 違法怎麼樣 違法就有什麼 有這個尋租的空間 執法部門 執法部門就可以從中 撈取好處 所以他為什麼搞出這麼嚴格的法律的原因是中間他有 他有酌情權 當他有酌情權的時候他就可以收入 所以他選擇性的執法是什麼 選擇性的執法 就是懲治那些不給好處的人 這就是中國的法律 觀點,中國很難有清官,風險那麼大,就算清官也會按一個罪名給你 觀點,勞動法是惡法,原因是本意是保護勞工 實際上增加了企業成本 勞工並沒有得到好處 其實我想找一個時間講講這個勞動法 勞動法 是個惡法 這個觀點是非常對的 他保護勞工 他其實不是保護勞工 他保護的是什麼 他保護的是賴皮的勞工 保護勞工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你在中間取得一個平衡 一方面呢 保護企業 僱用勞工 保護企業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要僱用勞工 另外一方面,他又要保護弱勢的勞工,因為在面對企業,勞工弱勢 他要把他什麼呢 把他拉平 讓他處於一個平等的位置 就是 企業跟勞工之間,他是一個平等的位置 因為原來是這樣 你通過法律把他拉平就可以了 他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他現在不是拉平 他是給這些賴皮的勞工 提供保護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對企業來說 他就 不僅僅是增加 成本的問題 企業就會恐懼,怎麼辦 因為 在某種情況下,企業如果 就是 勞工違背了企業利益的時候,企業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他就減少雇員 這就是 減少雇員的後果是什麼 整體而言 勞工的利益是受損 因為本來我可以雇100個人,結果雇了80個人 我盡量的讓人少一點,讓人少一點,我少一點麻煩 這就是後果 結果勞工利益受到損害 這就是現在的勞動法 觀點,我剛才查了一下,果然勞工法,勞動法有,不叫勞工法,叫勞動法 有加班規定,但是他的懲罰太輕 另外這些公司違法了,只整改 政府不追究責任是大問題 那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個 懲罰不清的 你做過企業你就知道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仲裁大隊 那個仲裁大隊是很厲害的 他就是沒有找這個阿里巴巴的麻煩 才會有限,沒有找華為的麻煩 沒有找騰訊的麻煩,沒有找阿里巴巴的麻煩 所以這個無限加班的這件事情才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你要是去找他麻煩試試 我保證這個社會的氣氛完全會變過來 觀點,作為員工要堅持讓老闆守規矩,老闆 會使各種招把員工踢掉,大家心裡都明白,勞動法就是這個擺設 那是這樣 老闆使各種招把員工踢掉,這個不對 老闆要靠員工幫他掙錢 他不會把員工踢掉 他會踢掉那些他認為對於企業有 有害無益的員工 但我不是說所有老闆都是好老闆 但是如果你要把企業做大 你一定要把 員工當什麼 當最寶貴的資產 這個企業才會發展壯大 如果不把員工當人看 這個企業是長不大 昨天有個網友說,這個企業他必須加班他才能夠生存下來,其實不對 其實不對 大家知道 如果 政府執法 沒有企業會讓員工 加班 為什麼 三倍呀 你怎麼加班得起 沒有人加班得起 我保證一秒鐘所有的事情全都搬過來 問題在哪裏?問題在政府本身 他立了一個仗的法 而這個法實際上呢 執行起來是有困難的 為什麼 因為當你嚴苛執法的時候,其實所有人都執行不了 那大家都覺得一仰脖子就過去了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所以 要把員工當資產 最寶貴的資產 然後政府又去執法 所有的人都不能加班的話 或者沒有條件加班的話 你覺得 不加班的人 企業就活不下來嗎 其實不加班的企業才活下來 觀點 加班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競爭產物,在公司裡 部門之間PK加班,Leader加班走得晚 底下的員工和新員工更不好意思下班 完全是沒有效率的加班 那是政治 跟企業經營管理沒有關係 那麼這個企業本身這個觀念有問題 觀點,中國有一大群企業學習,所謂華為文化 連員工和自己家人朋友生活在一個城市的權利 都被無情剝奪 這種怪物被趨之若鶴 社會良知和人性真的淪喪,道德扭曲 華為的情況是 這跟中國人的這種急功近利的特徵是有關係的 就在中國呢 就是他只看一樣東西 你講話 先問誰說的 然後就問你是誰 然後再 他不看你說什麼 他先看誰說的 他是誰 他成不成 他多厲害 好,只要他厲害 他成功了 他講的話就對了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中國人本身急功近利 中國人急功近利的結果是什麼 他只聽那個成功的人說出來的話 為什麼華為會奉 這個叫什麼,這個人講把華為去 學習華為的文化,因為華為已經成了呀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成功的企業 所以就跟他學啊 所以我也會成功,其實都是胡扯 一個企業的成功 背後的東西有很多東西,你看到那個東西 怎麼可能是真的 觀點 國企還是有一定用處的 以前台中的客運虧損 後來給民營賺錢了 但是那些建立在民營放棄偏鄉路線 國營的話 基於憲法保障遷徙自由 即使虧錢也得保持偏鄉的線路 這不是國企的問題 這是法律的問題 就是說當你把這個客運線路 授予這個民營的時候,你應該規定 有一條規定 就是他的憲章裡面應該有個規定 他必須保障這個偏鄉的這個線路 虧錢也得擺 那你這個 就跟 國企沒有關係了 理解嗎 所以 我們講 對公營事業來說 公營事業的管理反映什麼 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整體的發展水平 整體社會發展水平高,他的公營事業的管理水平也會高 就不會出現你說的這種 公營事業其實 不一定是國企 他有些私營企業 來做這個公營事業 都是可以的 所以國企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 我還是那句話 就說 如果你非要說國營企業有點用處,我還是那句回應 就說 大便還是有點營養,是不是還要去吃一遍呢 情況,我的電動車被扣,拿假發票和假合 合格證去領車 交警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問的不問直接給辦 這種現象在中國太正常,不管哪個地方都有 政府部門更加猖狂 假發票算什麼,假結婚證都有啊,假身份證都有啊,中國什麼都不假 什麼都是假的 東南亞辦政集團,聽說過嗎 到處都有那個,東南亞辦政集團就專門辦假證件 是不是 情緒,最近看了一些歷史書很疑惑 到底是人民造就了政府,還是政府造就了人民 或者是相輔相成 不管 民主政體還是專制政體都是形式 根本是要追求善政,生活在一個國家自己是否被善待 就是實實在在的體驗,不能被別人代表 但 就有一個國家,某些人死其白獵的要代表別人,被代表的人很多 很多人幸福的被代表著 觀點 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會組織 是造成這個局面的主要原因 OK 提問王老師 CCP領導架的中國,請問有沒有可能出現真正的共會組織 為什麼 中國有公會組織 但是沒有 但是它是政府的一個部門 那麼中國會不會有一個公會組織 中國不要說會不會有公會組織 先問一下 中國會不會有一個真正的 業主委員會 都沒有 中國到現在 都沒有成立一個真正的業主委員會 都不允許成立 他怎麼會允許成立公會組織 你想一下公會組織 中共一想公會組織就想到什麼 波蘭的團結公會 共產黨怎麼會允許中國出現一個團結公會 所以 中國是不可能出現一個 真正的公會組織 任何 對他的權利 有任何影響 的機構 都是不讓你存在,連業主委員會都不讓你成立,想想是什麼情況 鳴謝 謝謝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個節目再見 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贊,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做更好的自己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